你们不要偷睡 如果你们还要去做那非法手段赚来的凶财 那么你们的下场就会和我一样的 人生的悲剧就会发生在你们的身上 我真的 我们家就是一个事实 我们家就是用血和泪 验证了凶财三种灾祸 哥哥已经去世了 哥哥42岁就离开人间了 难道这不是我们家的悲剧吗 我们的父母白发沧桑 送黑发人吗 所以我奉劝大家不要想我遇到 我用我的真心的告诉大家 我们家里的房子 车子 现金 当时我们全是凶财 第一天都写我们的名字 第二天通通输掉了 我们真的是原来过那种奢侈的生活 那种荣华日子 一下子跌到地狱里 当时我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我特别的怨 特别的恨 我觉得我丈夫太没有出息 赌球上给赌输了 输了五百万 家里人都破产了 我是这么倒霉 我命是这么不好 而看到是丈夫而民 看到是自己赶招来的 我们家当时啊 追赛的人啊 都上门来敲门 堵着我们 在我们小区里的 我记得有一次呢 我儿子 我儿子 我领在街上呢 还是看到那个街上卖的那个我们大连特产樱桃 可能大家也吃过 那个季节的时候 那个樱桃就十几元钱 我买不起 我只能告诉我儿子 我只能告诉我儿子 妈妈没有带钱 妈妈明天给你买 真的 原来过着那种日子一下变成这样 像是我自己本人 我就接受不了 我就在朋友这一圈 我面子下不来 真的 我那个泪 不知道流多少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应 我找不着啊 我为什么要破产 为什么 找不着答案 只是愿 虽然事情已经十几年的事情 但是我内心 一直背着良心的在 我真的 现在呢 也联系不到他们 也找不到他们 但是呢 我把人喊成这么惨 我这个再怎么还 所以我 如果有一天 我在街上 无论什么地方 我能看到他们 那么我一定呢 跪下来 给他们磕头 我给他们认罪 因为我 我无知啊 我害了他们 我做这些缺德 缺量 没差的事情 无论之外的事情 那么就注定我 一生不会幸福 幸福呢 也会远离我 为什么把我和孩子 抛弃了呢 我找不到原因 但是呢 我学了传统文化以后呢 我真正地明白 我这四年 一直在做着破坏 别人的家庭的事情 所以呢 我就不会有幸福的人生 我就不会有一个完美的婚姻 因为我 提供了场所 我害了太多的家庭 对不起他们 我丈夫呢 给我抛弃 也是我自作自受 老祖宗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公民 有四项基本原则 是千万不能违背 谁违背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呢 你就会有灾难 那么你付出的代价呢 会非常的惨重 那么哪四条基本原则呢 第一条 不犯国主 就是不可以 诽谤我们 诽谤我们国家领导人 第二条呢 是不可以犯国制 第三条呢 不可以做国贼 第四条 不可以偷国税 就这四条基本原则 千万千万不能违背 那么我们家呢 两代人偷税 那我呢 又曾经偷水偷电 全呢 是做违背国家利益的事情 我呢 做国贼 偷国税 所以呢 我的灾难呢 接二连三的发生 我该怎么做 我真的 我面对这个 这些事实 面临这些问题 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只能考虑到 爸爸妈妈 不能伤害他 因为爸爸妈妈 都已经这么大的年龄 我再不可能叫爸爸妈妈 为我操心 为我流泪 为我伤心 所以我一个人呢 承受着这么大的痛苦 我没有 真的哭的地方都没有人哭 诉苦的人都没有 我跟谁说呢 我那段时间呢 我就都不愿意出门 我一再在家里待了 待了五年 我不上街 因为我上街呢 我看到熟人 看到别人家 一下三口领着孩子 幸福的时候呢 我心里特别特别痛苦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女人 丈夫把我抛弃 学了传统文化的人呢 才能真正知道 是自己的错 没有别人错 只要学了弟子规 你们真正的做到了 就没有灾难 做不到 也要有灾难 老祖宗说 孝体得知本也 我当妹妹没有做好 把姐姐给害了 我爸如果这些事情 我不告诉姐姐 我一定要为姐姐着想的话 那么姐姐就不会得癌症 所以我在这里 我发一个事 只要我姐姐能活到老 活到八十岁 那我的生命呢 我一定要给我的姐姐 来补偿我的姐姐 因为我对不起我姐姐 我当妹妹没有做好 是我把姐姐害了 那她告诉我 说人哪 这一辈子 最怕的就是 精神上的痛苦 和精神上的折磨 最不怕的呢 就是体力上 体力上受一点苦 那不叫苦 所以我现在呢 就是生不如死 我天天活在地狱里 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 那么她告诉我 因为她知道我汇报 她告诉我 你上台上呢 告诉更多的人 千万不要赌博 也千万呢 不要洗毒啊 那个摇头丸呢 她刚开始不就是吃摇头丸吗 是朋友送给她的 觉得说没问题 但是呢 八年了 已经藏在她身体里头 所以我的丈夫呢 现在呢 也告诉她的周围的朋友 因为她朋友 那一圈朋友都喜毒 都赌博 婚姻都破裂 所以她告诉我 一定多救一个 是一个 告诉天下的人 千万不能走这条路 这一条路呢 太痛苦了 我真的现在 我觉得我对不起我姐姐 小T得知本业 如果我不 自己一个人就受着嘛 你为什么要告诉姐姐呢 给姐姐害了呢 所以呢 真的 人 我觉得我对不起姐姐的 我现在呢 只有一个想法 只要我姐姐 能活到老 我的寿命 就给我姐姐 到什么时候 只要我姐姐能活下来 只要爸爸妈妈 不再流泪 只要爸爸妈妈高兴 我真的牺牲我自己 都无所谓 我真的对不起我姐姐 对不起我姐姐 卧影时 或坐走 长者先 又者后 学好弟子贵 做好中国人 您是机器事论坛的主办方之一是吗 是的 我是机器事论坛的唱导者 有一位义工老师呢 他是摄像组的老师 每天呢 他也没有说话 就是一直在那个拍照片 当那个会议结束之后 我们才知道 他是一位猴癌患者的晚期 手完术正在做放话聊 他没有说话 他的太太一直在陪着他做义工 这种精神 这种精神非常的伟大 当我得知消息 去看望他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什么时候还有这样的论坛呢 我还要参加 因为这三天四天的工作 我的舌头正在放话聊 他说我有了味觉了 我还要参加这样的论坛 还要做义工 真的非常感恩他 在这个宾馆 有一位老师女老师 他没有机会到会场里边来听课 那他每天就是在宾馆的门前呢 那个给老师们就是迎来送往 当会议结束的时候 他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听那个 有一位老师告诉我 他说石老师 您快去看看吧 有一位义工 他的腿骨折了 但是从大会的第一天呢 他就是因为机器在下雪 他在楼下卡了一个跟头 然后呢 他就觉得这个腿特疼 但是他也没有说什么 一直就在这样的鞠躬 来给老师们迎来送往 但是他回到家 是第五天的时候 到医院一看太疼了 这个膝盖下方骨折 现在就是在家休养 我拿着钱呢 我非常感恩他 想要领他去拍片子 看病 然后给他一些补助 但是他说什么都不要 他说我们是一个中国人 能有这样的论坛 能救这么多的人 他说我就很欣慰 他说我虽然没有到会场 但是我的女儿16岁了 她到了杏花的学校的分会场 回来之后 她就是改变了人生的态度 他说我太值了 真的非常感恩他们 好 我们全国各地呀 开展了很多的论坛 也有很多的义工 他们在之前呀 都进行了大量的培训 非常想参加这样的论坛 进来听一堂课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工作 他们不能进来听 他们要在外面为大家服务 所以呀 我们要把热烈的掌声 送给这些义工朋友们 谢谢你们 我身边这个石老师 他现在是 机西式弟子规学习班的 主要负责人 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一个 很健谈很开朗的石老师 他曾经啊 没学习弟子规之前 自杀过 那么我们也想来听一听 石老师之前 学习之前的事 我今天能够走到台上 是想向社会呼吁 现在这个社会呢 就是说精神 生活非常的空虚 物质虽然比以前是进步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 怎么样来做人 像我呢 现在有80后 还有90后 说孩子存在好多教育方面的问题 我出生在70年 在我六个半月的时候呢 我的父亲坚持和我们 和我的母亲呢 离异了 就是抛下我们 我在姥姥家长大 那个时候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当我慢慢懂事的时候 在我心灵的深处 我一直在想 我的爸爸是什么样子呢 我很怕别人提到 爸爸这个字眼 而且我的性格非常 必赛 不像别人说什么 每天就是用耳朵 偷偷地在听 大人在说什么 是不是在说我没有爸爸 您当时是有自闭症的倾向 是的 在我16岁的时候 中考完了那天 那个妈妈 当时已经就是 另外组建了家庭 我的爸爸从来不来看我 妈妈说 你看你啊 就是是个女孩 还没有爸爸 你说你为什么不自立啊 为什么不自强啊 如果要考不好 你说怎么办呢 我就想 其实我一直在想 我就想不想活了 就想自杀 其实我也是像傅冲老师一样 大人都觉得孩子五六岁 才懂事 但是我母亲出嫁的那个场景 永远都在我的脑海当中 那个时候只有两岁半 真的我全能记起来 所以我的心灵非常的脆弱 但是当时也没有学到 古圣先贤的文化 不知道这个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笑之时也 真的不明白这些 古圣先贤的道理 所以妈妈走了之后啊 我就到尾声间 拿了一瓶莱苏尔 我就真的就把它喝下去了 但是过了大约四十分钟的时候 我就烧得非常的痛苦 我去找我的脑了 从那以后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然后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就站在手术台 就是在那个医院的病房里边 这个时候 后来我才听 那个大人们跟我说 说的 当时我的母亲 听到我自杀的消息 她双目失明 然后她的 当时双目失明 当时就双目失明 看到这个女儿 就是自杀了以后 那个已经送到医院了 我的妈妈 当时双目失明 她就是腿不会走路 就膝盖 到现在走路的时候 也很难很难 她的眼睛后来 慢慢地恢复了视力 也是非常的 视力很弱 我非常 我非常非常的惭愧 我向我的母亲忏悔 我也向天下所有的母亲忏悔 真的 像我这样不孝的儿孙 如果没有古圣先贤的教诲 我怎么能走到今天呢 感恩祖先 我们弟子归你说啊 身有伤 疑亲有 德有伤 疑亲羞 这个 石老师 他自杀的经历 也给母亲带来了 反作用力 那您自杀之后 您母亲在性格方面 是不是也有所改变呢 妈妈从那以后 变得非常的苍老 身体也非常的不好 一直到就是我学习弟子归以后啊 我和妈妈来忏悔 我跪在妈妈面前 给她磕头 但是我从小呢 就是因为家庭的破碎 对我心灵造成的伤害 妈妈说的 让你去东 我非得要上西 确实是这样 一直到大了 当我有了孩子之后 我才体谅到母亲的心 我真的是一个很不孝的人 太惭愧了 我希望天下 所有像我这样不懂事的孩子 你们以我为戒 在我35岁的时候 我父亲是癌症晚期 那他就托了他的朋友找到我 我当时还觉得我很仁慈 我就去看了看我的父亲 但是看到他老人家 已经就是病得 躺在床上不能动了 我长的样子和爸爸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当时我真的没有生起 孝顺父亲的心 我心里还在恨他 还在抱怨他 给我生活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我真的不知道感恩父亲 那我就到单位去 把手机关上 真的 我做的都不是人做的事 把工作处理完了之后 我把手机打开 我还跟同事在说 我还在笑 我说你看 我父亲终于要走了 我真的 心里边那种怨恨 我说你看我打开手机 一会儿我就能知道 我打开手机的时候 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打进电话 说姐姐你快来吧 爸爸已经走了 我还乐着我就上车了 就去到医院 但是当我快要到了医院的时候 我心里边忽然之间 父女之间那种亲情就涌现出来 真的 我在那嚎啕大哭 那会儿有一位出喝的先生 他说 他说这个不是儿媳妇 这个是女儿 我非常的惭愧 我对父亲所做的不孝 我今天要跟大家说 现在我想笑养我的父亲 他已经不在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带 这样的苦果 大家千万不要学我 以我为戒 赶快回家孝顺父母 真的 父母对我们的恩德 他们所犯的那一点过失 不是儿女所能指责 和怨恨的 呼吁社会 呼吁大家 有孩子的父母 千万不要离婚 我们做儿女的 千万要呵护父母的心 效养父母 真的感恩大家 我太惭愧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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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青的碰着你 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擦高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 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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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的迷惘的一眼 不需要更多的欲言 不需要更多的欲言 静静地握住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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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不风雨 我们不追求 我们争存同一样的恋 无论你我可曾消失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愿的幸福比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挂着泪痕 他指着自己身上的伤告诉记者 这些都是他爸爸打的 现在自己不敢再回家 小冬的爸爸为什么要打小冬 小冬不肯说 记者决定护送小冬回家弄个清楚 黄先生告诉记者 儿子今年13岁了 却一点也不听话 总是在家里跟大人对着 在记者到来前的一个小时 小冬还拿着一把菜刀 跟父母对质 在进一步了解下 记者发现原来小冬经常在外面玩 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回家 黄先生是想以读书为条件 给儿子施压 希望儿子能够跪跪跪跪好好读书 黄先生一说起小冬以往的劣迹 就弃一份男人 小冬告诉记者 自己以前确实犯过不少错误 黄先生眼中小冬的行为 都是不可饶恕的恶行 因此教育起小冬来 也是毫不手软 在中国的中医啊 这讲的是最科学的 中医告诉我们 女子啊 女人身上的血液啊 往下走 这个血液往下走 是女子的月经 女子的立架 这个血液往上走 就是乳汁 哎 这是常识 我们都都都了解啊 家里生孩子了 这个妈妈产妇啊 开始哺乳了 你仔细看 你去问她 她的立架月经没有停止 为什么呢 她血液都往上走 那个血液都化作了乳汁 喂给孩子了 那个乳汁在中医里边叫什么呢 叫红乳 红乳啊 也叫白血 白颜色的血 那个都是妈妈的血 化作的乳汁 喂给孩子的 哺乳期一结束 这个哺乳期一结束啊 这个奶断掉了 这个妈妈呀 她的月经 这个立架呀 就开始了 就血又往下走 这是常识啊 专家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在这个人世上 喝妈妈的乳汁啊 五百多斤啊 那是妈妈的血啊 每一个人都是喝妈妈血长大的 所以 那个乳汁保存了二十年之后 一看是血 那是真的 这个刘爸爸 你看他这么饿的人 他听了这个 他落泪了 他想自己的老妈妈了 他整整在论坛上 哭了三天啊 我原来是喝着妈妈的血长大的 所以 今天我们很多人 不学传统话 他不懂得自然规律啊 不懂得人道啊 他长大之后 不要说报答父母 感恩自己的老妈妈 他还骂自己的妈妈 让妈妈爸爸生气 你那就是让父母遭死啊 你还要杀父母 我们想一想 没有人性 没人味了 你要不要怪他 不要怪他 为什么 没人教吗 真没人教 不懂吗 我们是喝妈妈血长大的 你长大了 你怎么敢 让妈妈生气 怎么敢顶撞妈妈 怎么敢还骂自己的妈妈 不是人啊 所以这个 刘爸爸 你看他听了这个之后 他就开始哭了 他想自己的老妈妈呀 哎 我们大家 这才听明白 人都有人性 人是教的好的 啊 我们下面再来听一听 这个刘妈妈 她听论坛 那她听了什么感 感受 好 好 好好好 不要 不要太激动 好 回去给妈妈 爸爸磕头就好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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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啊 我们看到 我们看 各位观众我们看到 人都有人心的 我们今天吃的穿的住的用的 都比自己妈妈好啊 都比自己的父母好啊 我们想一想 妈妈给我们打电话 儿啊 妈妈想你了 我们怎么对妈妈爸爸讲话呢 你太讨厌了 别跟我说了 我是正忙着呢 什么回家吃饭 礼拜六礼拜天再说吧 砰把电话一摔 我们很多人都这样啊 各位观众 我们是喝着妈妈学长大的 我们都忘本了 所以你看这么饿的人 他听了论坛 这个刘爸爸 他哭了三天 五十岁 从来没哭过 是不是 刘爸爸 是的 五十年 从来没哭过 我从来没哭过 因为我这人 从来不好哭 我手术都没刺 我也没说疼过 我就想到 我每次跟手术 是退出来的时候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妈妈第一个问我 儿子还疼吗 你还认识我吗 我从来我也没吸着我妈 对我这样 我就觉得 对不起我母亲 我母亲都起死了 起死了 对不起这个妈妈 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妈妈 每一次从手术室推出来 第一个都是妈妈 在他的旁边跟他说 儿啊 你疼不疼啊 这是他妈妈 从来没想过呀 听了论坛明白了 不是人啊 不是人啊 你对父母怎么样啊 我们今天把最好吃 最好穿 都给客户了 都给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领导了 你对你父母 这么好过吗 在中国古人讲 在《孝经》里面讲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贝德呀 他连他父母都不爱 他说他爱你 你看男女搞对象啊 找女朋友 找男朋友 就是我爱你啊 我喜欢你 你问问他 你爱你父母吗 你像你爱我的程度 跟你父母比起来 你像我这样 对你父母过吗 他没有 我告诉你 那是假的 为什么呢 他有目的 他有欲望啊 不爱其亲 就不爱他的亲人 而爱他人者 为之贝德 没这样的人啊 那是违背人性的 你不要相信他 那是骗你的 这样的员工 这样的朋友 你要小心 这古人教过我们人性啊 就会灭死了 我爱你 本来就会灭死了 一愿烈工 你为什么 他就会灭死了 你为什么 我敢灭死了 你不要灭死了 你为什么 那是几天 我现在 我 외灭死了 你对了 我为我 慢一点 好请坐 我们这个论坛呢 很多观众讲 感动了很多人 教育了很多人 这一家人呢 来自辽宁府顺 儿子十四岁 要杀死爸爸 爸爸要杀死妈妈 这么一家人 我们在电视上 常常看到这样的家庭 什么原因 不知道 怎么造成的也不清楚 我们下边这个采访啊 帮我们大家了解 灾难的根源 痛苦的真相 采访之前 我们大家看到了 这个爸爸呀 重度残疾 我们就从这开始问起 当年他们种的 都是什么样的种子 受的什么样的教育 我是在90年 上马尔的图组 被一家大客车创了 当时是创了我的头部 我的右边的一侧 我头部的右边的一侧 都是塑料的 包括前脑门后脑袋都是 太阳瘦的全是 太阳瘦的全是 当时呢 给我创的是 嘴吐血 鼻子出血 耳朵出血 当时送到医院抢救 做了开脑手术 当时是脑出血 脑散 吃完树之后 我就休克了 休克了三个多月之后 我才醒过来 醒过来之后呢 也不认识眼 爹妈都不认识 就来那医院开始治 一直自我到两年多之后 才认识了我母亲和我妻子 做了八年 来医院做了八年 到八年的时候呢 准备做第三次开脑的时候 然后一出门 伙伴家因为按着路边 一出门 又为一辆大客车 又我装 当时是给我腰部腰过去的 腰过去之后呢 当时把我的腰压舌了 我的腰粉碎 腰到舌了 司机下车瞅一瞅 我看我没死呢 上车开车又腰一遍 正在那天马路上没有人 小小羽 他把车开过来 我紧着爬 紧着爬 把我的腿压碎了 这一处呢 我就一直在手术 就是说 一直做 又做了三年多 我就说 前后 做了十几年的医院 事情经过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大家听到了 被撞倒之后啊 那个司机穷凶极恶 我们现在也常常看到这种新闻呢 把车开回来 看着他人活的呀 哎 怕赔钱呢 开回来之后 又压了他一遍 啊 又压一遍 把骨盆呢 两条腿都压碎了 然后 他在医院又住了三年 今年五十岁了 那么大家就要问呢 说我们学传统话 我们了解了 啊 灾难 没有偶然的 幸福也没有偶然的 啊 怎么会发生 这么大的 这种灾难呢 什么原因呢 反作用力啊 啊 那他当初种的是什么种子 啊 当初他都做了什么事情 有这么大的报应 我们就开始啊 从小的时候来问起 这个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受的什么样的教育 啊 那我小的时候 我在我八个月的时候 我的父亲 一心让病 就去世了 当时我在我的外公外婆家 长大 我三岁的时候呢 我的外公呢 就去世了 六岁的时候呢 我的外婆也去世了 这时候我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呢 当时我母亲已经再混了 再混了呢 就是说 我回家之后 就是说 我这个继父啊 就是经常打我 就是 拨饭吃 他喝酒 喝酒就打我 然后拨饭吃 经常这么打 就说从小一直这么打 我十四岁的时候 他又一次打我 给我打击了 就拨饭吃 我就急眼了 我就跟我母亲说 我的妈 他要这么打 我不行 我得等那天 他喝醉酒了 他睡着了 我就拿符子给他看死 我母亲当时一听 就掉脸累了 那个时候 您多大年岁啊 十四岁 十四岁 想要杀死啊 自己的这个继父 是 完了 我母亲掉了累 我母亲就说 你这样子 你让我怎么活 你也还有两妹妹 一个弟弟 怎么办 我这一听 当时我也小 不懂事嘛 我就因为我母亲 和她是一伙的 我说好 那你们好好活着 那我死 我就买了一百块的 安眠药 我就吃了 吃了之后呢 因为 发现时间比较晚 我抢救了二十多天 才被抢救过来 等我出外院之后 重来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回到家 就开始来社会上晃 就是到社会上去混迹了 对 来社会上晃的 一开始呢 也是被欺负 后来呢 我就遇到个黑道的大哥 他一直帮着我 帮我来社会上晃了几天之后呢 他呢 有一回 就是打群架的时候 他被警察当场击毙了 击毙之后呢 就剩我自个了 我一个来社会上晃 经常打架呀 抢劫呀 拿刀哪人呢 那个时候啊 你拿刀捅人 得有多少人呢 那有二十来个吧 哦 警察那么打架 拿刀捅人抢劫 完了呢 到 到82年的时候 我就被逮捕了 逮捕之后呢 就夸了七年半 我来监狱待了六年 我跟监狱出来之后呢 一年没有出户 第二年我就早就下结婚了 结婚之后呢 我坐下 我就被车撞了 决动我警告 这个爸爸今年五十岁 他五十年呢 回顾一下 三分钟讲完了 小的时候没人教他了 放到啊 外公外婆家里 那个老人也不会教育孩子啊 放养 等到他十四岁的时候啊 他的继父对他不好 十四岁他就想杀死父亲啊 你看大逆不道啊 然后自己吃安眠药自杀 自杀就是杀父母啊 很多人不知道 觉得你看他自私啊 我就不想活了 我自杀 你自杀你父母怎么活啊 你家里长辈怎么活啊 你这跟杀父母 杀爷爷奶奶是一样的 你看看他 这是两次大逆不道啊 一个是要杀父亲 一个是杀自己 这个都要受到极重的反作用力啊 你挑战自然规律吗 十四岁开始混社会 学混社会的呀 拿刀砍人 打架斗殴 捅人拿刀捅人的二十来个 大家想一想 没有人来报复你 反作用力会等着你啊 他在监狱里边被判刑啊 七年 出狱之后 那个反作用力就来了 两次大货车呀 一次是脑袋给压碎了呀 还有一次 骨盆压碎了 这个五十年来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啊 我们下面再来问问这个妈妈 这个妈妈 她是怎么找到这么一个丈夫的 嫁到这么一个家庭的 从小呢 我就是从来也不懂得孝顺父母 而且呢 脾气特别暴躁 自己总是 自己怎么想就是怎么做 就是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吧 家里的亲戚朋友呢 都管我叫二魔头 因为我在家里排行老二 二魔头 啊 你看混世魔王 那么小 二魔头 啊 那怎么样呢 而且你 在兄弟姐妹当中 你也是很霸道 从来也不知道与兄弟姐妹们和睦友好的相处 而且你我不管是姐姐妹妹弟弟 如果要是我不信心的时候你 我是非打即骂 而且你在家里你也不知道孝顺母亲 那个经常的骂我的母亲 那个是因为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嘛 我妈妈就被吓放到农村了 我很小的时候呢 我就很讨厌农村的生活 而等我长大的时候呢 我又特别不愿意干农活 没到那个时候呢 我就怨恨我的父母 就经常的骂我的妈妈 骂自己的妈妈 多大年岁啊 二十多岁吧 从七八岁 五六岁就开始骂家里人 小魔王啊 然后长大了到二十多岁 还骂自己的妈妈 我们看到了 这样的女孩子 你说她的一生能幸福吗 今天很多年轻人啊 八零后九零后 觉得有个性啊 跟父母平等啊 她敢骂人了 她敢胡作非为了 她自私自利啊 你不要忘了 将来有反作用力等着你啊 你跑不掉啊 你看看 这我们听明白 我们讲赶招啊 这个老师啊 你看他 小的时候就是小魔王 长大了之后 那就嫁给一个大魔王啊 他是赶招吗 结婚之后 我们来听一听 他不会在家里做兄弟姐妹 他不会做女儿 五轮里边两个不会做 第三个 他怎么做妻子呢 我们来听一下 我与丈夫结婚五十多天 丈夫就发生了那个重大的车祸 而且当时伤的特别严重 我每天就要 没白天没黑夜 而且死一把尿一把的射她 时间久了呢 我心里就特别的怨恨 那个时候我还怨天尤人 在那我就自己就在想 哎呀我的命呢这么苦啊 怎么就嫁给这样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呢 我就整天的怨恨 当时呢我就把我一肚子怨气 就都杀在了丈夫的身上 在丈夫昏迷的时候呢 我自己就在心里暗暗地骂她 而两年之后她醒过来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就是一点言性都没有 我根本也没说上一句 任何一句安慰呀体贴 或者是关心的话 而是我开口就开始骂丈夫 那个时候丈夫啊很悲惨啊 你说脑袋都被撞碎了 多悲惨 植物人刚醒过来做妻子的 不是安慰她 不是可怜她 是骂她 没学传统文化嘛 根本不懂得什么人伦道德呀 现在学习了传统文化呢 我自己真是认识到了 其实作为一个女子 当你选择了一个丈夫 就是结合的那一天起 那么你就必须在丈夫最痛苦 最艰难的时候 就必须应该与她一起同刚苦共患呢 而我你却在丈夫最艰苦 最艰难的时候 我在她的精神上 百般的折磨和伤害 我那个时候现在想来 这是一点没有言性 整天就是不骂人不说话 而且你每句话就是不带账字 我是不说话 不骂人不说话 对 那就是天天骂人了 对 骂丈夫 是天天骂丈夫 甚至你就是我 到有甚 就是更就是 哎呀都说不过去了那话的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丈夫她都会要过年了 她都会求我 她说这要过年了 那个你也整天不停地在那抱怨 在那骂人 你也够累的了 你也歇两天吧 你也给我们放两天假吧 那国家还有法定假日呢 你也不能让 不让我们过个安静一年吧 其实那个时候 我就像疯子一样 我就是不骂人 我就根本不行 我就非骂不可 觉得那会儿像疯子一样 对 不骂人不能说话 过年也骂 过年我也骂 哎 那么我们问一下 对公公婆婆呢 那我也敢骂 也骂 是 骂自己的婆婆老人家 是 那个时候是因为啥呢 丈夫整天是个残疑人 我又要照顾孩子 又要照顾丈夫 我就觉得 我一天付出这么多 就是为你们这个家庭 你必须 你就有时间的情况下 你就得来照顾你的儿子 不是你的儿子 你不照顾 你都推给我了 我自己来跟你承担这些呀 所以说心里就特别的怨恨 就骂我的婆婆 骂自己的妈妈 结了婚之后骂丈夫 骂自己的婆婆呀 孩子骂不骂 有了孩子之后呢 我就觉得负担就更重了 我就是从来 连儿子我也不犯过 儿子也骂 连儿子也一起骂 我们听到了 这些事情很多人都会说 我骂人怎么了 警察管不着我呀 我也没犯法 对 警察不来找你呀 灾难你跑不掉啊 为什么呢 天网会会数而不漏啊 你挑战人伦 我们来看 喜欢骂人 丈夫也骂 儿子也骂 公共 婆婆 她还是骂 对 你看着好像是没犯法 警察不来找 反作用力 你跑不掉 我采访这个妈妈呀 离得近呢 我仔细观察 这个妈妈这个嘴呀 是歪的 你看她喜欢骂人 她嘴是歪的 我们来问一下 为什么 这个我学习了传统话之后呢 我就是明白了 这个都是因为我这个嘴上无德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病从口入或从口出 其实你真的就是应了这句话 我平时就是总爱骂人嘛 你就在我刚结婚的两年以后 结婚刚两年 刚两年 我就是有一天早上刚起床 我就觉得我这个左边的半个脸就有点麻 其实我是自己 我就照着镜子 我看的时候 我自己眼看着 我这个半个脸就歪到一边了 那就正是嘴歪眼斜 眼看着歪过去了 我自己眼看着歪过去了 这个左边脸是麻的 对 这我们知道啊 这叫中风 也叫面瘫 就是面部神经麻痹 啊这是这是 而且呢 我那个歪的程度特别严重 就是吃饭的时候 那个嘴歪的都张不开嘴 而且喝水呢 谁喝到嘴里 就会从嘴角流出来 吃饭也费劲 喝水也成了困难 特别严重的是呢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这个眼睛根本闭不上 那个眼睛疼你 就这一熟你干脆你没法睡觉 那个痛不整理 那个时候我就想 看着自己那个样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而且造的那个罪 那这不是人造的 后来呢 我一看怎么办 就看也得面对现实就治吧 结果就到处去治疗了 听说哪有治这个嘴歪眼鞋的 我都要去看了 结果治了两个多月之后 你一点效果都没有 就在我对这个治疗失去 细境的时候你 有人就介绍说 有一个祖传秘方的老中医 治疗这个嘴歪眼鞋 是手道病除 我听了之后你也特别高兴 我就是迫不及待的就找到了那位老中医 当时呢 我到那一看 人家那个整个那个房间里挂马 他就是挂着正宋的那个紧急 我一看这我肯定找到 能治好我病的了 看到我治好呢 他就可以把握的就对我说 他说的 你就在我这里就是 放心你治疗吧 他说就到我这里来过的病人 还没有一例说治不好的 后来那个老中医呢 他说的 我治疗一辈子这个病了 他说到目前为止 我还真就没见过像你这么顽固的病人 后来呢 那个老中医也没有治好我的病 那么我们问一下 这个嘴就一直这么歪着 对 一直就歪了那么 能有十四年吧 十四年一直都是麻的 对 眼睛闭不上 晚上睡觉的时候 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闭不上 我得用手这么 骂着一下才能闭上 极恶的能量发出去 他受到的反作用力啊 都是极恶的 那叫恶爆啊 这是刚开始啊 你千万不要认为说 哎 这就没事了 不是啊 那后边还有啊 是 我正当时 我就正向老实讲的 我抱着那种侥幸的心理 我当时骂人太甚了 家里的人都说我 都说你一颗轻点骂吧 你那颗嘴都歪了 你怎么还骂呢 我当时我还在想 我愿意骂我就骂 反正嘴长在我自己的身上了 我愿意就骂就骂 你们谁也管不着我 这骂人他又不犯法 警察他又不抓 你能怎么的 我骂完了我心里是痛快了 其实现在学习了传统话之后 我确实就会我就是认识到了 在你伤害别人骂别人的同时 也是在伤害 折磨你自己 其实你自己遭到的那个伤害 你比伤害人要中百倍 甚至千倍 也就在我三十八岁那年吧 其实平时我一向身体都是挺好的 就突然就有一天 我就觉得心里就特别的难受 我还以为我是平时爱抱怨爱骂人 爱生气气除了心脏病啊 就那一天就是整个就是五脏六腹疼的 我就是在床上打鼓里闻着叫 到晚上呢我就吐了很多的血 吐了很多血啊 是后来呢我就住院了 住院之后你就检查处是胃癌 胃癌 对 那然后呢 然后呢我就胃就做了大部分的切除手术 我的胃里就被切掉了四分之三 现在您的胃还剩下四分之一了 对 我们看到了吧 一个灾难一个灾难一个灾难都来了 这什么呢 反作用力反作用力都来了 这是真的 是 其实你就在我就是做了手术之后 我还是在继续你在院 其实那个时候我身上都插了那么多碗 说话都很费劲的时候 我看谁都不顺眼 我看谁都对不起我 我看谁骂谁 就把家里护理我的那些家人 一个个的都被我给骂走了 其实你就在这个同时的反作用力的抱怨 马上就抱怨到我身上 我那个刀口啊 半个月了我不愈合呀 我拆不了线 跟我同一天做手术的病人 人家七八天都可以拆线了 在别人那里正常的事 到我这里就没有一件事正常的 为什么 这个妈妈刚才讲了 在别人那都是正常的 怎么到了我这都是不正常的呢 原因很简单 答案是什么呢 你自己不正常 你自己走人道 好好做人就没事 你不这样做 那个苦难在后边呢 我们听一听 他还想自杀呀 好多次啊 被抢救啊 是啊 就是我整天在抱怨嘛 我看哪都不顺眼 我看什么都不顺 不顺心 我就觉得还这样一个丈夫 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我就多次地想到自杀 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在想 我一天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我这么多的灾难 我找不到我痛苦和灾难的根源 我就越想不明白 我越灾难越恨越灾难骂 其实学习了传统文化之后 我确实我就是认识到了 灾难都是你自己造来的 你平时你要正能做一个 堂堂正正正的人 能做一个有道德 守复德女道的人 你根本你没有这么多灾难 你也没有这么多的痛苦 其实都是自己敢造来的 非常可惜啊 当年这个妈妈 她不知道这些东西啊 她除了恨别人 怨前游人 她没有任何办法啊 没人教给她 这个里边的原理 这里边的道理 她不知道啊 你说多可怜啊 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 这样走过来的一生 充满了痛苦啊 这时间的关系啊 否则的话 她受的那个罪啊 那个真是两天两夜受不完 她生孩子 那个孩子胎胃很不争 临出生的时候啊 母子两个人差点没有啊 要了命啊 什么原因呢 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 你心里边怨恨啊 你那个细胞都是扭曲的 你五杂六腑都是扭曲的 你那个孩子里边 他也是扭曲的 这是真的呀 你看这都是他亲身经历的 你只要种下这个种子啊 那个结果肯定啊 他一定是很不好的 那我们再来采访这个儿子 那我们再来采访这个儿子 14岁 他为什么敢要杀死自己的爸爸 什么原因 这件事是这样的 如果达不到95分 差一分 差两分 甚至差0.5分 只要差一点点 我爸爸就会打我 并且我爸爸打我打的特别厉害 用那种我们北方的那种暖气的管子 特别粗的那种 还有用皮带抽我 用条子抽我 用那种特别厚的宽的木板子打我 当时家里有什么东西 用什么东西打 我爸爸力气还特别的大 每一回都得打我 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这么长时间 我们问一下 爸爸在打你的时候啊 你是什么感受 当时心里全都是怕 害怕 对 当时心里特别特别的怕 就是想快快点跑 我再不跑 就被他打死了 所以当时心里全都是 怕等到他打完我之后 我自己一个人进行想的时候 我就特别不能理解这个事 我就自己一个人想 那些放牧的人 打驴打马打畜生 也没有打得这么狠的 我还是我爸的亲生儿子 他为什么就这么狠的打我 就是因为这种心态 导致我今后越来越恨我爸爸 到最后就造成了 我又想杀了爸爸的这种想法 每次爸爸在打你的时候啊 有没有告诉给你 你错在哪里 没有 从没告诉过我错在什么 迎面就是先是一个水杯 或者一个茶干 先飞过来砸我一下 然后把我拖到屋里头 堵到墙架打 我要是反抗的话 还用神把我绑起来打我 从没跟我讲过 我是从没跟我讲过 是因为什么打我 我们下面来问一下这个爸爸 为什么往死里打孩子 什么原因 我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学习 他淘气 我没打过他 家里边什么好死的 都尽他死 什么好喝都尽他喝 我就想让他好好学习 原因就是一个 像我 当时就没好好学习 走上下坡路 我不想让他走上下坡路 成为坏人 就让他好好学习 将来有出路 就这么想的 这个爸爸也是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使用这种方法 那这对不对呢 我们大家注意听这孩子说话 这孩子有点口吃 什么原因呢 我们做家长的要反省 从小上小学 你说刚七八岁 六七岁 写错了作业 那个爸爸就打他 孩子受到惊吓 受到惊吓 口吃啊 很厉害啊 你说他将来到社会上怎么办 这是第一个情况 这肯定错了 第二个 也有很多家长问我们 说这孩子要不要打 应不应该打呢 我们中华民族啊 历朝历代 五千多年来 我们有全世界公认的 最伟大的人才 我们真的是 这些杰出的人 伟人在我们中华民族啊 层出不穷啊 那这些人都是 怎么受的教育呢 怎么教出来的呢 古人告诉我们 圣贤告诉我们 孩子一定要打 一定要打 但是啊 你要会打 你不会打 就像这个爸爸一样 他这叫什么 这叫乱打呀 应该怎么打呢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家里面 长幼有序啊 做父母呢 做老师呢 都是这样 这个孩子犯错误了 给他叫过来 过来 过来之后 他要跪下 跪在父母的面前 为什么他要跪下来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他错了 犯错的人 他自己要知道 他那个身体的姿态 跟别人是不一样 他得认罪呀 要先有一个 对待错误的一个好态度 他先得跪下来 他错了吗 这是第一个 这叫乱他 第二个 他跪下来呀 表示的是什么呢 弟子规上讲的 父母教需静听 你得恭恭敬敬的听啊 父母则需顺乘 你要很孝顺的 接受父母的教训 你要低头认罪 所以他要跪下来 表示啊 他认罪 他接受父母的教育 这个意思 所以古人呢 我们几千年来 都是这么教育孩子 过来之后 孩子跪在这 跪下来 跪下来之后怎么样呢 那个父母就要问他 你知不知道 你有哪里错了 不是像这个爸爸 这个爸爸是上来就打呀 这错了 应该怎么样 应该先给他讲道理 你错在哪里 那个孩子呀 有的很调皮 说我不知道 我没有犯错 没有犯错 那个过去的老师和家长 很厉害呀 他懂得怎么教育孩子呀 没有犯错 想不起来是吧 好 今天不要吃饭了 到隔壁去想吧 跪着 想 饿的一天 你不要等饿一天 饿的 饿俩小时什么都想起来的 他早就知道了 有很多家长心疼 他不过孩子饿坏了 饿不坏 饿两天都饿不坏 让他长记性了 然后他过来 跟父母说 我知道我错了 好啊 那父母就让他把弟子归 了凡四勋 诸子至家格言 这些圣贤的教导和经典 让他拿着 你说你自己讲 对照 人道 你讲讲 你哪错了 这孩子就讲 他就 他就说 他说我 用人物须名求 躺不问 即为偷 我这条又犯了 我又拿了人家东西 没跟人家说 你看 他偷东西 那父母就要问他 第几次了 第三次了 这个时候 父母和老师怎么样呢 拿家法来 什么叫家法呀 家里边的 惩罚的工具 木板啊 手板啊 很宽的主板子 拿过来之后 把手伸出来 打屁股 打手板 那个打不坏呀 打下去之后 那个父母要先跟孩子说什么呀 今天打你 是打记性啊 打你的记性啊 打你的人品 这一板子打下去之后啊 让他记住 让那孩子记住什么呢 今天你要是不长记性 不会做人 你偷人家东西 将来长大到社会上 你成了习惯 人家不是拿主板打你 是拿刀捅你 直接给你关监狱 现在打你 是为了将来让你少挨了一刀 你将来没有灾难 打他记性 所以说那一板子打下去之后 十板子 二十板子 那个孩子羞耻感就打出来 他知道羞耻啊 你越打他 这个孩子 对父母 对老师 他感恩 他又害怕你呀 他又 爱自己的父母 又怕自己的父母 这是对的 现在不行了 现在 要不然就像这个爸爸 乱打一气呀 把孩子打成冤家对头了 这个父母跟子女是最爱的关系 现在打成仇人了 他自己不知道他教错了 这不能怪他们父母啊 为什么 他们也没人教啊 谁教过这 谁学过这个呀 不知道啊 该不该打 怎么打 你不能乱打呀 打得有章法呀 所以说 那个孩子这样教出来 如理如法的打 将来一定是好人的 所以我们看到古书上讲 五十岁了当官的 群府那是省长的 他的老妈妈 王太夫人 这个是在 严世家训 这里边有这个 头一章就有 当了大官了 过来 跪这 跪这之后 拿家法来打他呀 不管你多大年岁 你在父母面前 你就是这个样子呀 你就得是 父母教需静听 父母则需顺承啊 这叫会当父母啊 我们听了他们这个 这个采访 我们这才了解 你看看 孩子 想要杀死这个爸爸 这个爸爸都不知道吧 我问一下 他不知道 他到了论坛 吃饭死后才知道 想都没想过 他 刚才讲了 把最好吃的都给我儿子了 都给孩子了 他怎么还想杀我 你看 真有一天 那个悲剧发生了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你不会教育呀 你把最亲的人打成仇人了 你错了 应该先给他讲道理 那个孩子都听得懂啊 越打越娇 这个孩子越孝敬 他对你越爱 他对你越怕 这是好啊 有敬畏心的 这个才好啊 所以说 我们听得明白 您正在收看的是 大型公益纪录片 中华传统文化论坛 特别节目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这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这个孩子只有三岁半 天真活泼 有一天 他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听到电视剧里说 去死吧 他就学着说了两句 弟子归交给人们 一个人的一生 许许多多的灾祸 其实都是由说话不够谨慎 或者胡说八道造成的 而这些往往都是 从小养成的坏习惯 于是孩子的父母 马上对他进行严厉管教 首先 是让他跪在先祖向前 好好反省 对不起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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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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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是让孩子罚贵 不能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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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省之后的孩子 知道错在哪里了吗 我应该说死 死 会难听 我应该说死 我应该不说八道 不能说死 死就会难听 听死 孩子知道了错误 就可以去向父母汇报 你知道错的吗 知道了 你老子这胡说八道 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 有 那你为什么不敢呢 为什么礼教不敢 为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巷子还敢犯 就不是跪这么短的时间了 嗯 而且还要打手把 嗯 让你记住为止 好 为什么不能说这些死啊 这些字啊 冲着别人说啊 因为死这些不好听 嗯 还有 你玩那些游戏什么 一会儿车撞了 一会儿飞机掉下来了 车翻了 为什么不能玩这些游戏啊 因为这些太可怕了 你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也不能玩也不能说 记住了没 记住了 别人听了会怎么样啊 别人听了会害怕 你记住了啊 嗯 不要老是在那犯同样的错误 嗯 你要还犯同样的错误 那每次惩罚都比上一次更严厉 知道吗 知道 嗯 去跟爸爸说我知道错了 哦 我知道错了 然后呢 谢谢妈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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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要听大人的话 教你的事情你就记住了 不要总犯错误 知道吗 知道 你都已经快四岁了 你又不是小婴儿 是不是啊 嗯 道理说给你你也明白 你还能记得住 为什么就管不住自己啊 嗯 一看见大家喜欢你你就得意忘形了 嗯 你就什么你都敢说了什么都敢做了 是不是啊 是 别人越是喜欢你 你做事情说话就越要小心 知道吗 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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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龟是用来做的 不是用来背的 如果父母师长真的为孩子好 就必须要按照古圣先贤的教导 绝对不能放任不管 这才是真正的为孩子好 为这个家好 人们相信 如果家家都如此 天下 哪有不太平的道理 五千年来 中华民族就是这样 一代一代传承的圣贤教育 生生不细 永不改变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问问 这个爸爸呀 他为什么要杀这个妈妈 什么原因 因为 他就是说 从今年一月份时候 他开始骂我某天 就是 我就一直在警告他 警告他三十次了 我就说你想想后果子 他不听 我没办法 我就开始确定要杀他 在这之前呢 大家知道我两次扯过 第二次扯过 他骂我 说你还想扯呀 他骂我我两分钟之后 我又被扯呀了 就这样 我也没想到这些 就说到今年一月份 他开始骂我某天 我没办法跟我比 我就要杀了他 我们听到 这个丈夫讲的话 他为什么那么打自己的孩子呀 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呀 不要走他这条路 成为一个好人 他爱他的孩子呀 那么他的太太 骂自己的妈妈 他不能容忍 你说他骂他二十多年 他都没事 骂我的妈妈 那我都跟你拼命啊 说明什么呢 他这个爸爸 再饿 这个做丈夫的 他再饿 黑社会的 但是他的人性在 他对自己的孩子 对自己的父母 是无条件的爱呀 这个我们大家听得明白呀 哎 只要是我的父母 我的孩子 我喝出我的命去 我也要保护他 你看这里边 我们能看出这个道理来呀 这个家庭 我们听明白了 大家都不会做人呐 啊 不会做爸爸妈妈 不会做丈夫妻子啊 乱成一锅粥 乱成一锅粥 大家就要杀呀 我们来采访这个妈妈 啊 在今年的五月份 我们这个论坛开到了 辽宁府顺 在论坛召开 头一天 这个儿子呀 还要杀他的爸爸 就在论坛里 头一天晚上 儿子又因为在学校里 那个分数没有达到 他爸爸那个要求 儿子放学回家之后呢 他爸爸就开始动手打他 在这个之前 儿子已经有过两次 想杀他了 那个都我也没敢自身 我怕他爸爸指的 我都背后找人 我自己劝 儿子总算把这个念头拿下了 结果那天晚上 我儿子就动手 后来爸爸就打起来了 后来呢 我跟妹妹还有邻居 辣子总算把这个拉开了 后来到晚上 儿子一许不睡觉 看着我们 他说等你们一睡着 我肯定动手 后来这一晚上 我们也没敢睡觉 看了他一宿 如果说 那一晚上 要是不看着这个儿子的话 那我儿子肯定动手了 他就要下手 要杀自己的爸爸 是 他说我肯定就是 老水又被他杀了 后来呢 我和我妹妹整整整 就坐那看了他 一宿就没敢睡觉 第二天早上呢 我姐姐就给送了两张文票 那个时候 我还不敢说 带儿子去参加论坛 还得是瞒着他爸 我儿子就偷后懵懵 我儿子还不去 是连扯带 再费了老大劲啊 总算把儿子给弄到这个论坛 你这个会场了 到了会场之后 你我跟儿子矮着坐着 因为我这一许就是没睡觉 迷迷糊糊就有点像困了 当我就睁眼睛看的时候 你儿子这个困就已经跑了 没有了 会场 我就跑去到处就找啊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后来你就远处 就离那个论坛附近有一个混合大桥 我就远处就看着像儿子站着站着 我就跑过去了 我跑过一看儿子就愣愣地站在那个桥上 就往桥下看 我说哎呀儿子你怎么跑出来了呢 他说你妈 那个我在这桥上我已经想半天了 我已经想好了 他说你我也看这个桥我也看半天 他说你我也不想活了 他说我想杀爸爸你 你们看着我不要杀 他说我就是自己不死 早晚也得会被爸爸打死 他说那就不如啊 我也看了 我就是自己从这桥上跳去 我就死了就算了 他说我也不想活了 他说这个家对我一点也没有什么留恋的了 他说这个家我也实在是带够了 他说这个家你整天爸爸不是打就是打 他说妈妈你整天你除了骂 抱怨 可能你什么不停地这个家里就这样 每天还跟我要什么成绩 他说就这个学习环境 你们能跟我要我说我能拿着这么个成绩吗 他说实在我也我不活了 他说我就自己就死了 算了